嗨 各位弟兄姊妹 你好 歡迎來到相遇時分 那今天呢 我們一樣要用一段的信息來鼓勵你 讓我們一起在神的話語上面被建造 雖然現在是在疫情當中 但奉主的名祝福你 你不要被疫情影響 反而在疫情中更多經歷神 弟兄姊妹你知道嗎 在每一個世代裡面 其實都會遇見這個世代的困難跟挑戰 我們可能會覺得 哎呀 這個疫情真是現在目前人類算是有史以來面臨到 最大的一場瘟疫 但是呢 其實在每一個時期都有不同的問題跟困難 在讓那個時代來面對挑戰 例如說前面兩個世代裡面就遇見這個世界大戰 在戰爭當中要度過 上一個世代裡面他們是從戰後要怎麼樣重新的復甦 回歸到一個正常的生活裡面 所以你看每一個世代其實都有很多的挑戰 但不變的是上帝的應許在我們當中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的信息 是在這個民宿記 民宿記的第27章 22節跟23節 民宿記27章 22到23節 我來為大家讀 於是摩西照耶和華 吩咐的將約束雅領來 使他站在祭司 以利亞薩和全會眾面前 按手在他頭上 祖父他 是照耶和華借摩西所說的話 我先講一下這段的背景 整個以色列人出埃及 跟一個家庭也很有關係 這家庭是摩西的家 所以從這個出埃及期前面 就可以看到摩西小時候如何在掙扎當中給活下來 而他這個可以在這個尼羅河飄到這公主家 也是因為他的姐姐米利安的幫助 然後後來的時候他長大的時候呢 他重新要從曠野回到埃及去完成他呼召的時候 他的哥哥陪著他 後來米利安他們也加入在這個整個領導的團隊裡面 但是隨著在曠野漂流40年的過程當中 米利安走了 亞倫也走了 甚至到最後這個最偉大的領袖摩西 他也因為得罪神 沒有將神顯為聖 摩西最後受到神的審判是 上帝說你沒有辦法進加南地 這是摩西一輩子領受最大的呼召 也是他知道他人生裡面最大的目標 是要帶著以色列人進到加南 可是當他沒有辦法的時候 這群以色列人該怎麼辦呢 當米利安、亞倫、摩西這樣子 在整個以色列群體當中 這麼重要的領袖都走的時候 好像以色列人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但弟兄姐妹你知道嗎 這些人會過去 但上帝一直與以色列人同在 所以上帝要求摩西 為他興起一個新的領袖 上帝讓摩西拣選了約束亞起來 並且呢在眾人面前高立約束亞 使約束亞成為摩西的接班人 帶領以色列人往加南地而行 這邊講到的是 約束亞被興起起來 但是更重要的是 在約束亞的背後 上帝仍然沒有離開 親愛弟兄姐妹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沒有也遇過那個困難 或是那個艱難的時候 讓你覺得好像前面走不下去 或者是像現在在疫情當中 我們沒有辦法一起聚會了 好像我們平常覺得很習慣 可以聽到牧師很豐富的信息 在教會裡面享受很好的敬拜 其實好像突然都沒了 你有點不知何去何從 但讓牧師在這裡鼓勵你 上帝仍然與你同在 上帝仍然在你的生命中掌權 即使親愛弟兄姐妹 我不曉得在你的親友當中 或是我們當中有沒有人 可能甚至後面會得到 COVID-19這樣的疾病 如果是的話 不要覺得世界末日 主與你同在 願主幫助你 成為你的力量 也求神幫助我們 在這個時候 是更多對焦定精在他的身上 因為三千年前 上帝沒有放棄以色列人 今天上帝也從來沒有離棄過你我 所以在瘟疫當中 神仍然掌權 在你的難處當中 神仍然掌權 讓我們雖然現在 在瘟疫中經歷他的平安 在這個充滿恐慌的時候 經歷他奇妙的供應 更讓你的生命裡面 在這裡經歷到上帝美好的帶領 上帝赐福給你 在這裡 谢谢大家